冯业 杜鹏 这个幕后黑手 害了您 又害了顾家 您跟顾小姐 可谓是同仇敌忾了 就像今日 你们一起面对我一样 说不定 会因此更加亲近了呢 我看今日顾小姐 对您依赖了许多 看来都军这一刀 没被挨啊 这一刀 日后再找你算账 都军 我这可是在帮你啊 别看这血流的虽多 但是这伤口 却只有浅浅的一层 骨有烽火 戏诸侯 博美人一笑 今有都军 挨一刀 获美人信任 这不值得吗 知道你献计有功 上 多谢都军 来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当然是去睡觉 床不是在那边吗 我去客房睡 你不是说会对我的伤负责 不关我了 那是因为你骗了我 我以为你的伤是我造成的 结果都是你自己一手策划 你果然听到了 没错 我全都听到了 小红叶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枕边人吗 可你连枕边人都这样算计 你把我当什么了 对不起 这次是我太心急了 我看你忘了我 又很害怕我 我不想再一次失去你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信任吗 爱难道是要靠欺骗跟谎言来维系的吗 你怎么会有我 骗子 骗子 居然用这种招数欺骗我 明天我就搬走 回自己的家 再也不要见到他了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信任吗 爱难道是要靠欺骗跟谎言 来维系的吗 如果没有谎言和欺骗 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爱难道是要靠欺骗 别怕 有我在 我才不怕呢 你这个骗子 不要靠近我 是我怕 你陪着我好不好 想救你 想想我 好 别怕 我不会走的 别怕 因为我对你的情谊山高水潮 所以我宁愿你将我遗忘在脑后 也不愿你想到我 而悲伤 这是 沙士比亚的 十四行事 是你最喜欢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是夫妻啊 所以你喜欢听什么 看什么 做什么 我都知道 那你还骗我 算得门子夫妻 莫儿 这一次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一直想守护在你身边